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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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当一个命理师要有信心 我碰过我的学生那么多 当中 他们有一些人是真的想要从事这一行业 可是从事这一行业的时候 我会跟他讲 然后你现在来说 你有什么基础 你有人卖吗 你可能跟我一样 刚时候就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就一块人溜溜这样子而已 根本就没有人能卖 所以来讲你要怎么去经营 这时候就是一个问题了 你要怎么去经营 现在来讲还在跟以前一样吗 一定要开一个密相馆 然后我有密相馆 然后花钱打广告 这样子吗 这样的效益很低很低 现在来讲 当然是透过网路 网路这一块 可是因为网路的一个发达 他造成了现在的人 在网路上的人有一种情况 在现实生活中 他可能就是一个很老实的一个人 可是在网路上 他却是一个非常跋扈的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网路不具名 谁也不认识谁 所以 可不可以就知道 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 人是会做坏事的 人是会做坏事的 所以说 你假如在夜黑风高的晚上 看到红灯 看一下四周没警察 就过去了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因为没人知道 所以 没人知道 会加强一个人这一种心态 会比较大胆一点 所以为什么网路 他就有这一种特质 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常常讲 你现在想要做一个命理师 我会建议你在网路上写文章 或者是拍影片 然后你放在网路上 让大家看 拍影片 就像跟我一样 人头露出来 让人家看清楚你 妈你这只猴子这样子 让人家清楚你 你这样子做 你会遇到一种问题 那就是别人会对你的酸言酸言 会批评你 很多人像我们几乎 对不对 就会被批评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人的理念是跟你不一样的 有一些人理念跟你不一样 不一样的人 有那些人来讲的话 有些是比较极端的 他就会流言骂你 很多学生往往就是害怕这一些流言流语 这一些酸言酸语的 所以他不愿意拍影片 他不愿意写文章 因为他怕被人骂 各位 我们是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还会怕人家骂我 我都觉得很奇怪 我们每天在帮人家批命 我们所接受的是人生的这一种黑暗面 一下子小三 一下子家破人亡 一下子又怎么负债累累的 你都是在面对这种事情 你面对的都是不好的事情 你为什么批命的时候你敢面对 可是你在写文章的时候 你不敢面对这些骂你的人 他们不是同样的东西吗 他们不是同样的东西 所以我要叫你们做这种东西 不是去扩张说 这样子会比较多人来 你就比较容易会成功 不是 我是希望你们去给人家骂 骂到最后你就习惯了 习惯了有什么好害怕的 对不对 第一个你的八字是他教的吗 你的命理是他教的吗 不是 为什么要他认同 我问你 我的命理是你教的吗 你不认同我就算了 对不对 我的客人说赞 这样就行了 我们在写文章 我们在拍影片的时候 各位 以我来讲 我当然是天天都在批命的人 各位 我一定是在讲我的一个经验 绝对不是照书上写的 然后把它贴笔贴上去而已 我不会用这种方式 我一定是我个人的经验 请问我个人的经验 我写出来了 你来批评我 我都很想反问 你到底平常有没有在批命 你到底有没有在批命 还是你都只是在研究 没有在批命 所以说都用自己认为的 很多人会这样 他的认 其实有很多人在批评的时候 我一看 你根本就不会批八字 你在那边讲个狗屁蛋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 他以为他自己很厉害 很棒棒 各位 就是有这种人 对不对 就是有这种人 所以各位 你就要怎样 能够去看 接受这一种的批评 所以很多人批评 我是不太会骂回去的 除非那一种太胡扯的 我才会给他念一两句回去 甚至删掉 太胡扯的 但是通常你讲的我都会怎样 我都会尊重 不管你是骂我 夸奖我都好 我不太会删留言的 都会给你留在那里 对我来讲没有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每天都在批命 我面对的就是这一种不好的问题 请问就算你在酸言酸语 对我来讲就跟批命一样 我在面对这一种不好的这一种的状况而已 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说真的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这样子来讲的话 就表示说你有沒有抗压性 当然你一定有抗压性 这样子各位 很多人被前面拍影片的时候 被人家留个几句 说你很差这一种 他就不敢拍了 我不是 刚开始你就在那边骂我 我更拍 我把我的东西一天一天的讲 我累积的这一些量 让你永远看不完 让你去慢慢的去了解 什么叫做中容易的学术 你越骂 我怎样 我就越写 就没有什么 我就越拍影片给你看 为什么 因为 对我来讲 那个就是一个 怎样 刚开始让人家骂习惯了 到最后他变成是我在传达我自己学术的一个地方 你们从影片中可以看到说 我的一个态度 各位你认为我那个态度会是装出来的吗 我的学生都很清楚 我的学生很清楚 尤其当我在批一个八字的时候 那是完全跟现在你所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 因为我进入批命的一个 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 整个人会不太一样 会整个因为要在那一种状态下批命才会出现 会那一种情况 平常的话就是像你看到了我这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 那一种展现出来的信心 绝对不会是假的 为什么 我的信心不是各位给我的 我的信心是我客人给我的 他就说对就是这样 老师没有错就是这样 我的信心是我学生给我的 不是在座的各位 你以为一部影片三万人看 我就会很有信心 不可能 对不对 三万人看我只是高兴 但是我不会有信心 我不会有信心 我的信心不是你们给我的 我的信心是我的客人给我的 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 你就算来批评我 我很想问你 我的八字是你教的吗 一定要你认同吗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到一件事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心态 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就是在做这种事 就是天天在批命 然后把我的心得写出来 把我的心得拍做影片 给各位去看 各位去观赏 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做这种事 所以我们每天在面对这种客人是 你就这样子 就算在网路或者是在部落格上留言骂我 我一样我都觉得没有什么 我就像在批命一样 这种东西我假如没办法承受的话 请问我长期都是处在这种 要帮客人解决他的问题疑难杂症的情况下 我也会被客人牵着走 到最后我的心态一旦改变的时候 会变成是往这一个不好的方向去 各位 各位 你很快就会看不到我了 因为我很快就家破人亡了 因为我的心态的关系 被牵走了 但是你看我这个样子 哪有可能 我都讲过了 是客人听我的话 没有我听你的话 为什么 我有孕还是你有孕 对不对 我的自信就是在这里 是我有孕 不是你有孕 对不对 就算你身价上益的 问题你现在就碰到问题 所以你才来找我 不是我碰到问题 我妈每天在那边睡觉 我也可以睡十年 对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作为一个命理师 你一定要有勇于面对这一种谩骂 这一种黑暗面的能力 当你能够面对到这一种能力的时候 说真的 你就不会在意别人跟你讲什么 因为简单的讲 你所写的东西 你所拍的东西 都是你自己本身的经验 而且你的经验是怎么来的 不是看出来的 都是透过实证来的 所以你对你自己东西还不会有信心吗 我会觉得很好笑 你知道吗 所以你来骂我 我会觉得说你神经病是不是 我对我的东西超有信心的 你来骂我 你来骂个屁 对不对 我只要反推 问你 你到底批了多少命 很多人就 对不对 你简单来批个命 不是 八字不就是要来比批命了吗 你讲那么多道理干嘛 所以跟你说 回归到最基本 还是要实证嘛 实证才是你真正有信心的源头嘛 不是那一些在那边骂你 在那边夸奖你的人 这一些都不是你信心的源头 所以夸奖我 我无所谓 你骂我 我也无所谓 我影片还是每天出 我的文章还是每天写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透过每天 我的学生 我的客人 不断不断的 我们在批命 他给我的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礼物 这样子 造成我有很大的 对命里有很大的信心 学生你也一样 你刚开始没什么客人 你就学着被骂嘛 对不对 拍影片写文章 学着被骂嘛 你不要被骂了来找我哭哭嘛 我妈在一脚慢踹下去 为什么 我们就要有那一种抵抗这一种的 酸言酸语的能力 那客人 你自然就有办法去面对他们这一些人生的问题 你就会展现出那一种自信 了不了解 你就会展现出那一种自信 所以来讲 住命里斯是要有自信的 信心从哪里来 从你的实证而来 然后不用害怕这些酸言酸语 你要不了解 不用害怕这些酸言酸语 我拍的每部影片都是我的经验 你的经验有我多吗 对不对 你只可能只是学理上的东西 但是我是经验上的东西 也就是说来比批命 我会输你吗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当你有这一种自信的时候 请问 你们会在意这一些东西吗 不会 自然而然 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自信 自信就是这样来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次有缘再见 拜拜